當然今天我們如果是考慮說一個圓圈呢 在另外一個圓圈上面做滾動的時候 那麼這時候這個滾動的速度當然不是任意做設定的 所以假設說我們原來這個點呢 經過滾動之後到另外一個點之後 那麼他說滾動這個圓弧這個弧長的部分當然是一樣的 所以這時候會牽涉到一個公司也就是說 我這裡假設我這個地方這個 這個角呢 這角是Om 那這時候張開的這個弧的是大R長上Om 那這裡的這個小圓圈的這個角度是Alpha 所以他張開的這個弧長當然是 要Alpha乘上小R 所以這兩個弧長的部分是一樣會有那個小R乘上Alpha等於大R乘上Om OK所以這個Alpha的部分呢就可以等於是這個計算式 OK 那當然 以這個Alpha來講它是一種相對的角速度也就是說我 針對地面這一點的時候 地面這一點的時候它這個轉角是Alpha 但是如果說針對原來原始的這個角度的部分 如果它今天這個角度的部分呢 從這個地方開始算 所以我們這邊畫一條線 跟這條線平行 如果從這個地方開始算 那麼 算到轉動到這個叉叉角這個地方呢 那 基本上這是一個絕對的一個角速度 我們要加上一個這個Omega的角 所以這個Omega的角呢 加上這個Alpha 也就是說它從原來這個 方向一直轉 轉轉到這個方向 它基本上 是要轉動到這麼大的一個角度 就是Omega加上Alpha 所以 當然我們這兩個加起來 把這個Alpha帶進來的話 這是 Omega乘上 這樣的一個計算式 那我們今天在919把10做的時候 當然要考慮這個算式 好 所以我們現在還是看 那這時候呢 我們假設說這個點 這個點基本上呢 我們現在把它的屬性打開 我們把它的屬性打開 那屬性呢 現在我們把這個 速度設為Omega 就是這個 這個地方 現在是1 那另外呢 就是外面這個點 外面這個點 這個角度 這個這個點它的速度就不是隨便亂設 我們在這邊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設為Omega乘上 括號的1加上大R除以小R 就是剛剛那個計算式 OK 那現在呢 這些設定好了之後 當然我們大R小R是分別就是有 原來這個 大圓的半徑跟小圓的半徑 這四線都已經 有先算好了 OK 所以 我們現在就省略這些細節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讓這個點 去跑 我們現在 按下去讓它跑 那 這時候它就會根據我們的設定 大R現在是3 小R現在是1 那現在呢 它就可以跑出 整個小圓在上面 滾動的樣子 當然 你今天如果說把這個大R的 這個半徑改一下 或小R的半徑改一下 好 你看角色 我們現在把它先停住 然後 再監視功能表 裡面清楚 所有的痕跡 然後現在把 這個小圓呢 這個半徑 稍微變 大一點 好 變成兩倍 好 現在再讓它去